中小型企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 以保持香港中小型企業的競爭能力 就要善用人力和資源 所以僱主是應該向工作環境 保障僱員的安全和健康 政府已經向1997年通過 職業安全健康條例 列明僱主有責任保障僱員的安全和健康 僱員也要跟僱主合作 不僅照顧自己也要顧及其他人事 不如我們看看以下的編段 有沒有跟我們日常工作的時候 有相似的地方呢 又有地盤意外 好心做地盤的就小心一點, 這麼危險 這倒是 幸好我們做印刷這行就不用爬高爬低 這麼牙煙的事你也不如我 老趙, 你別這麼肯定 其實做哪一行都應該注意安全的 要不然就很容易發生意外的 我常常坐在寫字樓 有空見客, 有空處理文件 甚麼時候有工業意外呢 阿葉, 你自己應該小心點 你常常對著印刷機的嘛 我一向都安然自上的 你以為你坐在寫字樓又好聰明嗎 我常常見你的辦公室亂七八糟 放得滿地都是東西 其實這樣很牙煙的 你應該要做些事… 你應該不要這麼多三福皮 小婆, 你的茶餐是怎麼搞的 我叫多士都等了這麼久 快來… 多士快馬, 別只顧著偷懶才行 行了, 你… 來…不客氣, 不客氣, 不客氣 不用怕… 不要碰我馬步, 各位 多士下去,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 多士都 牛腦, 你顧著廳馬, 武龍也沒有 趕走我的客人, 早晚炒了你 又弄了東西 你是不是這樣炒了你, 叫我媽媽 媽, 上班了 小心點 行了 小老婆, 你的兒子找到工作了嗎 不在超級市場去做 叫他在幫忙又不肯了 還是我炸炸了, 真不知道他想怎麼樣 那年輕人做事就好了 上班, 上班 上班 老闆娘 我真的不能擔心 你這家茶餐廳 一點都不說職業安全 遲早就沒人要光顧你了 甚麼 你看這裡, 地方又窄 桌椅又多 走都走不過 那些伙計拿著這些東西 左潛右臂 很容易會露出人客 地下濕黏黏黏 又不拖牠 騙傷誰都不好 還有, 你的伙計做事又不夠專心 那很容易會發生意外 對, 我說你應該要注意職業安全 還有給員工去進修一下 有關飲食業的安全訓練 我們這家茶餐廳這麼小 要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不是, 我們做了幾十年 閉上眼都不會發生意外 要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才安全和健康 是嗎 那但是 行了… 我會考慮你的提議 遲些 怎麼樣… 你沒事吧 沒事, 坐著沒事 看你的樣子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不用了, 坐著就行了 沒有了…我放你隔了 你去看醫生, 謝謝你 不要的, 不好意思 去吧… 謝謝老闆 老闆娘, 大家街坊才說 你這家茶餐廳 一點都不注重職業安全和健康 你看, 把伙計害得受傷了 你老友, 最近不知道為甚麼聰明這麼多 他呀 他想了一些職業安全和健康課程 現在弄得整個專家 三句不是, 兩句是這個錯, 那樣要改 我也怕了 你怕了我不要緊 不過最緊要就是搞好職安健 這樣可以保障我們 又可以保障老闆 所以大家都有責任去做好職安健的 有…我有的 要不然我怎麼會叫你去上職安健課程 你也看到那間廠都連滿了安全標語 提醒你們要小心 這樣也不夠嗎?你想我怎麼樣 是不錯的 不過還有些地方需要改善 還要改善? 我們的小本生意 哪有這麼多錢去改善 那你也說錯了 要推行職安健 不用浪費你太多時間和金錢 不如我們現在去聊一聊 不如我現在就走 我生氣了, 我約了一個客 遲些再聊 別以為茶餐廳這麼小的生意 就不用注意職業安全健康 其實小型企業由於人手比較少 如果員工因為工商而不能回工 所造成的損失就會比大型企業更加嚴重 所以規模小的行業 是應該更加絕現安全問題的 老闆… 小心點 我爹想跟你商量一下 坐下再談 老闆 你小心點 你怎麼搞的? 這裡擺得亂七八糟 這是不是寫字樓? 別說我不警告你 把椅子爛爛爛的 你看看你這裡 東西亂這麼擺 連門口通道都被東西阻礙著 把椅子爛爛 這裡一點都不像寫字樓 簡直是陷阱重重 小心點就沒事了 有話要跟我說 對了 最近我們這間廠接了很多訂單 每天都要趕貨 那些伙計做到金晶火壓 人手又不夠 這樣下去就不行了 老闆 這樣也沒辦法 你做這行業這麼久就知道了 客人不急不下命的 有錢我難道不賺嗎? 唉, 拍硬當吧 你是管工來的 跟他們說一聲就行了 那你也要顧一下 員工的安全和健康才行的 那我不斷都在請人 而且有些新人還在開工 是不是? 你那些新人啊 真是新到不恨 他們都不熟悉這些機器 做的事上是很牙煙的 我還要分心去教他們 那你就幫幫忙 趕起這批貨 大家就可以鬆一下 這樣下去 真是遲早都會出事了 哪會出事?有事是我嗎? 你相信我吧 十幾年拍檔了 就因為我跟你打了十幾年功 我才夠膽跟你商量 我真的很希望你搞好職安健 老闆 好了好了, 你想我怎麼樣? 我想你呢 先制定一份安全政策 表明對職安健的決心和承諾 同時加強跟員工的溝通 就算有問題都可以盡快解決 是這樣的嗎? 我想你提供足夠的資源去改善工作條件 好像給員工去上一些職安健的訓練課程 那你就上了 還有啊 還有? 我希望你做過全面的風險評估 估?估什麼? 先找出所有影響員工安全 和健康的危害因素 再因應他們的嚴重性 和發生的機會率 因先後作出改善 這麼多事情? 好, 我答應你了 說明, 不是今天了 稍後再跟你談 什麼? 啊? 遲早就出事了 你還坐在那裡說 出去看看有什麼事就好過了 有醫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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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別妨礙了, 看看… 什麼事? 你怎麼搞成這樣? 那怎麼辦? 立刻打電話叫救傷車 好, 行… 阿成, 你帶他進去 用清水洗一雙眼 好… 其他人上班去工作吧 小心點 你們 真是麻煩 你看, 阿松的眼睛都弄傷了 又小金的人做事了 肯定起不設貨了 這樣也沒辦法了, 老闆 平時叫你搞職安健的 你經常說遲些… 現在就出事了 那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不是了, 老闆 為了以後安全計 還是找一個職安健的顧問 來看看才行 沒錯, 搞好職業安全健康 是絕對不可以拖的 如果在這方面的認識不夠的話 又或者有問題 就可以去職業安全健康局找幫忙 他們一直都有提供各項的資訊 和顧問服務 那至於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的法律問題 就要去勞工處查詢了 謝謝